这一切的推手 就是叶念堂 所以这一切的推手 就是叶念堂 老贺 等一下啊 孙芸呢 看什么呢 这么入身 有些事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正好你帮我分析一下 之前傅阿姨出事 医院说是那批仪器出了问题 而这批治疗仪器的相关负责人是温良 我去找过他 他知道我们和傅阿姨认识 疗养院的其他患者出现的具体情况 你了解过了吗 你是觉得那个温良有问题 那就查了 我来查 温良 英国名校临床心理学博士 心理咨询从业时长十二年 半个月前任职学会项目负责人 很厉害啊 不对 他虽然很厉害 但他如果想成为项目的负责人 他自力上级 一般来说任职学会的不是大学教授 就是院士 他们在学术界都有个非常高的威望 甚至参与了很多国内重点研究项目 也就是说 他背后有人操纵 和温和丽丽直接相关的是遗器 如果有人想在背后操纵了 那肯定也和遗器有所关联 你也是 叶念堂 姓叶啊 叶家辉也行没有 在我七岁那年 我妈丢向我走 就在那儿出现了 家辉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辛苦了 好像藏着很多什么秘密 教授不是嘉辉的养父 这是他的 嘉辉 你是我儿子吗 而是他的亲生父亲 嘉辉 那个制药师是你的养父 你的每一位咨询者 我都在试图破坏你我的自负关系 这都是以前的恩恩怨怨 他们要的不仅于此 我知道了 在这背后操纵遗器的人就是叶念堂 他之所以捧问梁尚未 是为了推广他多年研究的遗器 而嘉辉之所以认识无缘 是因为他的养父就是叶念堂 所以这一切的推手 就是叶念堂